我們Found Day的課程呢 包含生活、史事、商務用語 符合現代成人學習的一種趨勢 讓你學習起來比較不費力 針對學生族群呢 我們有文法、寫作等相關課程 讓學生族群在學測、指考以及檢定 甚至是將來想要出國遊學方面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不管是商用的、生活的、還是學術的教材 都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漲到 每天播出10分到15分的時間 然後選擇自己有興趣 或是適合自己的文章做學習 我們希望呈現的是每一天的新聞 很時事的 然後又可以學到英文的感覺 我們會建議消費者 可以先點這個文章 然後看一下中英文有沒有不會的東西 然後再看一下單字 之後就可以聽小老師的講解 就會告訴你一些 哪些要注意的句型 還有哪些比較難的單字 同義字 或者是反義字 一些禮語怎麼使用 同樣的句型有其他的例句 會多補充一點 這樣子你對英文的架構會更熟悉 之後我們還有閱讀測驗和聽力測驗 可以測驗一下自己 在這個文章中了解了多少 每一天我們的資料文章 會由編輯部教稿完成之後 上傳到我們的雲端系統 使用者在使用上 他就會直接透過雲端系統 他可以讀取到我們的文章 可以聽到我們的MP3 我們的特色是有一個學習紀錄 當你在閱讀文章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每分鐘的技術 把你的使用歷程給記錄下來 方便我們接下來對於你的一些 學習行為的一些評估 Funday 線上學習機制 那以及使用者操作介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透過Internet來到Funday 可以很輕鬆的透過花束 來點選我們線上的機制 他會發現原來透過Funday 他可以很輕鬆的做線上學習 我想這對線上學習者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工具 線上教學最大的好處是 可以剩很多時間 然後我覺得學生比較會有安全感 因為老師不一定可以看到學生 所以這樣子學生不會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就像英語說的 You can save all the trouble of traffic 就是你可以不用周車勞頓的 跑到補習班去 那你可以很舒舒服服的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面 挑選你喜歡或者是你需要的課程 針對你英語需要加強的部分 然後來進行學習 這是我覺得最大的好處 大多使用Funday的時候 會遇到問題 可能是在網路操作上的問題 或者可能改變的密碼自己忘記了 再來是在上Tutor的時候 設備上使用的一些不順暢 那這些都可以透過客服人員 來幫忙協助處理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